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货币措施 例如降低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仍然无法有效推动经济增长 我们将分析这些措施的背后意图 目前的经济状况 以及为何单靠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真正挑战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消费者信心的下降 缺乏有效的财政刺激被视为一大短板 专家们甚至指出若不及时推出财政措施 这次的货币政策震惊可能会落空 准备好迎接挑战性思考 深入探讨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和潜在的解决方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您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来自彭博新闻社的一篇文章 标题为中国的震慑计划错过了关键要素财政政策 这篇文章由Chris Anstie撰写 披露了中国最新的经济刺激措施 并分析了其效果及缺陷 文章最初发布于2024年9月25日 详细描述了中国政府在经济压力下采取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 同时讨论了这些措施 为何可能不足以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 此次的经济刺激计划被认为是近年来最为有利的一次政策干预 中国政府在一场罕见的高级别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振经济的行动 这些措施包括将基准短期利率下调20个基点至1.5% 其他关键利率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此外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被降低 以增加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房地产市场也未被忽视 最低房产首付比例被下调 抵押贷款利率同样有所下降 其中中国银行业资本重组计划和央行提供流动性工具 以支撑股市 都是此次政策包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 中国人民银行在随后的行动中 将一年期政策性贷款的利率下调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幅度 这一系列措施的宣布令投资者 为中国遭受重创的股市欢呼雀跃 彭博经济研究院的分析师舒畅和埃里克朱对此表示 这些措施凸显了北京方面对抗通缩风险 并实现2024年5%增长目标的紧迫性 他们的模型预测 这些措施可能会在未来一年内使GDP增长多达1% 然而 他们也强调 这些措施更多是增长推动力 而非经济修复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王涛认为 尽管这些政策力度空前 但仍不足以推动中国经济达到预期的增长水平 他将今年的GDP增长预测维持在4.6% 而明年的预测则为4% 文章中的分析显示 房地产市场的暴跌和财政紧缩政策 对经济势头造成了巨大压力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真正缺失的是财政刺激措施 野村经济学家陆婷指出 经济面临的主要瓶颈是缺乏有效需求 而非可用的贷款资金 如果财政刺激措施能够到位 例如通过对开发商进行资本重组 加强养老金或医疗保健供应 以及对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援助 可能会更有效的提振经济 咨询公司Tineo的中国专家 加布里埃尔维尔道预计 未来几周内可能会有相关财政政策出台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政治局会议上 讨论这些议题 为此提供一个可能的时机节点 然而如果没有相应的财政措施 单靠货币政策的刺激可能会落空 接下来我们将从几个不同的角度 来深入分析这一系列政策 极其可能产生的影响 首先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 中国此次的货币政策刺激力度前所未有 这显示了政府对当前经济困境的高度重视 利率的下调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降低 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 促进消费和投资 这些措施短期内可能会提振市场信心 但从长期来看 仅依靠货币政策是否足以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 仍需观察 其次从房地产市场的角度分析 降低房产首付比例和抵押贷款利率 显然是为了刺激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然而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需求不振 还包括供给侧的过度开发和金融风险 没有财政政策的配合 单靠货币政策可能无法彻底解决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 此外从社会保障和地方政府财政的角度来看 增加对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的投入 以及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援助 能够有效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减少居民储蓄动力 从而增加消费 这些措施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然而这些措施需要大量的财政投入 如果财政政策不到位 单靠货币政策的效果将非常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通常具有较强的政治考量 习近平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经济政策的实际选择 可能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国际形势 国内政治稳定等 这些政治因素往往会影响政策的出台和落实 最后从国际经济环境的角度来看 中国经济的表现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任何波动都会对全球市场产生溢出效应 此次中国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刺激措施 能否有效提振经济 不仅对中国自身意义重大 也将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总结来说 中国政府此次推出的货币政策刺激措施力度空前 但缺乏财政政策的配合 可能难以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 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 财政刺激措施的缺失是当前政策包的关键短板 未来几周内是否会有相关财政政策出台 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收入和支出行为 来影响国家经济活动的手段 它主要包括政府的税收政策 公共支出政策和债务管理政策 其核心目标是实现经济稳定 促进经济增长 改善收入分配和实现充分就业 财政政策的工具包括税收 政府支出和转移支付 税收是政府获取收入的重要手段 通过调节税率和税种 政府可以影响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 政府支出的主要形式包括公共服务 公共工程和社会保障 通过这些手段可以直接刺激经济活动 此外转移支付也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收入在分配 政府可以减少贫富差距改善社会公平 财政政策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的应用有所不同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前 政府干预经济的理念并不普遍 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促使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 政府应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周期 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下 政府可以在经济衰退时增加支出减税以刺激需求 而在经济过热时减少支出增税以抑制通货膨胀 在实际操作中 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例如政策之后效应是指从政策制定到实际效果显现之间的时间差 可能导致政府难以准确调控经济周期 此外财政政策的效果还取决于乘数效应 这是指政府支出或减税在经济中引发的连锁反应 导致总需求比最初的支出或减税金额更大或更小 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还受到国家债务水平的影响 高水平的公共债务可能限制政府的财政政策空间 因为利息支出会占用预算减少用于其他项目的资金 对于一些国家 高水平的债务还可能引发市场对其偿债能力的担忧 导致借贷成本上升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 不同国家的财政政策实践和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 通过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来提振经济 而在欧洲 某些国家则由于高债务水平和欧元区的财政约束 采用了较为保守的财政政策导致经济复苏较为缓慢 总的来说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 其目标是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然而政策的设计和实施需要考虑多种因素 包括经济周期政策滞后效应 债务水平及国际环境等 通过合理的财政政策 政府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 改善收入分配和实现充分就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思想新剧报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Lizzi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央行最新宣布的一系列举措 要说全世界权力最大的官员是谁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总统 但是啊这个鲍勃武德沃德啊 我们知道华盛顿邮报的这一位记者 在2000年的时候出版的一本书中啊 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他说呀说 全世界真正的指挥家啊 这个就是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指挥整个乐团演奏的人是谁呢 就是美联储的前主席格林斯潘 如果说格林斯潘或者是美联储的主席是整个乐队的指挥家 来自彭博社的这一篇文章啊 对于中国央行的行长也有一个评价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 北京的这个乐团似乎啊是找不到节奏啊 节奏感不好 或者呢是说指挥家没有格林斯潘那样强有力 但是这样的判断可能随着刚刚结束的周二的发布会有所改变 其实不仅仅是美联储的主席啊 那我们知道像欧阳行的行长加拿德呀 也被认为是全球范围内的政策明星 尽管中国经济的体量非常的大啊 中国的货币政策对于整个全球的影响啊 也极具规模 但是啊 之前的历任的央港行长知名度却比较小 这种情况是不是会出现改变呢 这个中国人民银行的发布会啊 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是最无聊的这种发布会啊 那么是不是未来啊 这样的发布会啊 这样的沉闷的官僚活动 也有可能像啊 美联储的这个政策会议一样啊 变成全球市场必须关注的事件呢 彭博社的观念文章说 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 但是周二这一次罕见的发布会 让人觉得十分的鼓舞 为什么发布会如此重要呢 那我们知道 把多个政策打包在一起发布 往往啊 会形成一加一大于二 这样的一个优势 这一点呢 如果您对于金融系统有了解的话啊 应该是不例外的 其实鲍威尔的前任伯南克就讲到 这个政策本身只是成功的一部分 而这个政策被市场的决定方式和接受方式 说什么比做什么更加重要 其实啊 博南克也是在他的任期之内开始定期接受记者提问的 也就是在博南克的任期内 美联储开始了更加广泛的媒体公关活动 以及政策的透明度活动 具体的时间是什么呢 是2011年 那我们一算正好是在这个208年209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 美国经济最危险的时刻 而博南克在离任之后啊 也在书中写道 说这个政策的成功啊 2%在于行动 98%在于沟通 那我们看到 每一次美国的联邦公安市场委员会会议之后啊 美联储的主席都会发言啊 他对于这个美联储声明的解读 比到底利率是不是上涨啊 下调啊 还是保持不变呢 可能更重要 实质内容当然是重要啊 那我们说这个你要是这个光吹暖风没有实质内容 那也不行 但是啊 这一次沟通省成功就在于除了宣布做什么之外 他还对于整个的市场预期进行了成功的提振 特别是对于未来的政策有这样一个前瞻性的预料 比如说准备金率就是今年会再度下调啊 中国的大型基金和券商 可能会被允许从央行介入流动性来购买股票 对于整个A股市场进行提升 那么中国在研究设立一个市场稳定基金等等等等 这些政策都是没有出台的 但是只要你话说出去了市场就尝到了甜头 有人说呀说中国这一次啊是多年以来最大胆的一次政策的转变 其实在我们看来啊这个货币政策能够做的是比较有限的 更重要的还是财政政策 但是围绕中国经济的悲观情绪 有于货币政策这一次强有力的信号传达有所改变 可以说潘工胜此行功劳不小 来自彭博士的文章也特别介绍到啊 在去年7月就任的时候 当时呢中国的这个通胀数据相当的糟糕啊 这个消费者价格是连续好几个月的下降 那么当时呢潘工胜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强硬派的一个人啊 但是现在呢看来他的政策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一个倾向 仍然是比较偏市场派的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勃南克在2006年接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 他也被认为是强硬派 但是到2014年卸任的时候 大家发现啊他引导美国经历了一段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啊 类似的这一种昆水的货币政策可能过去在发达国家中 只有在日本才可以出现 因此现在大家对于潘工胜本人的这个政策底色 或者他本人的这个经济思想啊 也不要板上钉钉子 更多的是啊 事随人变啊 人随事变 中国的政策呢 整个的这个框架可能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出现改变 而更重要的是央行在中国并不是独立决策的 中国的体制呢 规定是央行是接受党的领导 接受党领导央行是不是没有独立性呢 而这一点啊要看怎么说 我们就要说技术层面的独立性是有的 但是啊 整体来讲是要和财政政策形成更大的配合 今天呢 我们特别请来的和平先生啊 可以先为我们介绍一下潘工胜本人到底是谁 哎 在和平先生回答我们这个问题之后啊 我们再就来自彭博社的一篇独家报道向和平先生提问 在潘工胜成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之前啊 没有几个人把他列为今天的这样一个 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主导者 一个人民银行的行长 这样一个角色 虽然他之前担任了国家外费管理局的局长 但是在整个的银行体系里面毕竟属于一个 相对来讲不是那么核心的这么一个角色 甚至之前还有传闻啊 他在担任人民银行副行长期间 在之前负责几个银行的基因兵过程中间 涉行的一些经济的问题 甚至被列为了随时可能要进去的 一个一个银行的官员 这一点大家并不奇怪 因为过去这些年啊 各个专业银行啊 被因为这些贪腐的问题被抓进去很多 潘宏顺在这个外费的这个政策制定过程中间 扮演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角色 那么又涉及到这个银行兼并 这个货币的政策 这个资金的外套方面扮演一个角色 涉及到利益 或者说这个得罪了很多人都是可能的 那么后来的事实显示出来 这些似乎是传闻 他得到习近平的信任 那么就在贪腐的问题方面 应该是对他进行了一份调查 后来发现这个没有问题 那潘宏顺相对于之前传说的那种 本土化起来的这个央行的行长好选人 和在西方结束了随时训练回到中国的 这个央行的这个候选人 在两者这个之间呢 这个潘宏顺师傅是一个混合体 他本身是从浙江读书上来 后来主要是在人民大学完成了他的这个教育 这个研究生的这样一个历程 当然后来这个在人大拿到博士学位之后 他又到了英国的这个建桥大学和美国的 波士顿的哈佛大学来尝试这个研究 所以他对西方他在西方生活的这种经历 这种研究对他的事业也非常的有帮助 同时他在中国的几个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几个银行都工作的这个经历 可以说比较有实战的这个经历 甚至到地方上的银行也负责过 所以他的经历实际上看起来 他对中国经营体系所存在的问题 他的功能也可以说是有比较丰富的经历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表现 这是让大家感觉到非常震惊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部级干部在中国 基本上就是一个官僚 讲的话基本上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空洞发位的 他能够如此直接的就针对问题 而并不是像当年的朱英基和温家宝这样一种官员 比较吸引人的注意就是大胆 这个石不天惊的一些个人的豪年壮语 或者是一些讨好自由派的一些声音不同 潘工胜表现的是一种专业的一种声音 一种真正类似于美国联署会的主席 几任的美国联署会的主席 大家都看到了他们讲话的 拥紧的这种态度 专业的态度 但是对市场影响非常的巨大 而这一点呢 潘工胜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可以说是有史以来 人民银行行长里面 表现得最像美国联署会主席的一位央行行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周二中国央行放出大招 宣布降准降息 降存量房贷利率 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 同时创设新的货币工具 支持股市的发展 在一系列利好消息的刺激下 周三A股继续放量大涨 连同美国股市中的中概股也是一并上涨 隔夜中概股创下两年来的最佳成绩 由于北上资金每日数据现在已经不再公布 市场又对目前外资流向以及外资对中国这一轮刺激政策的态度格外的关注 于是国际投行的客户电话会议成为了了解外资的一个重要窗口 日前高盛的客户电话会就被投资者挤爆 周二晚间的参会人数达到最大上限 而中国行情的话题成为了全场最为火热的话题 当被问到关于中国股市目前的交易量问题时 高盛表示交易量确实呈现爆炸性的增长 政策出台之后 港股成交量较往日平均值增长了137% 上交所增长83% 深交所增长66% 而高盛自己在港股的交易量也增长了143% 在A股增长154% 其中A股的大金融板块 钢铁板块 房地产板块 医药板块和传媒游戏板块涨幅居前 几十只股票达到了涨停的程度 整体数量方面也是涨多跌少 沪深经三大股市周三成交额突破1万亿元 这是今年5月6日以来的首次 同样的在海外方面 中概指数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暴涨超过9% 创下4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也是近两年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其中哔哩哔哩涨了17% 京东涨近14% 拼多多小鹏 蔚来理想都涨超11% 周三中概股可以说是跑赢了美股的整体大盘 华尔街的基金经理表示 这一次的刺激政策中 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总计8000亿元的股票购买额度 再加上政策利率下调 银行准备金率降低等措施 可以说这个力度在中国股市的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摩根士坦里表示 这8000亿元人民币的专项资金 大约相当于A股市场当前总流通市值的3% 超过今年迄今为止国家队的所有买入金额 这也体现了北京方面终于感觉到了紧迫感 而这种紧迫感可能会让投资者相信 更为激进的政策支持 或许即将陆续出台 央行行长潘弓胜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 也的确非常罕见的做出了前瞻性的预告 表示央行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采取更多的措施 比如再降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 傲信银行的经济学家表示 最近美联储降息为中国货币政策打开了大门 中国央行可能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 而且会更加的频繁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刺激政策能否拯救经济 还是只是有短期的效果而已 对此摩根斯坦里的分析师认为 刺激政策能够引发的经济反弹的规模和可持续性 将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摆脱通货紧缩 以及企业盈利增长能否触底 如果没有持续的宏观改善 那么这种流动性的支持 更可能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反弹 与此同时据彭博数据显示 人民币也是大涨 9月25号周三早盘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涨破7.0的关口 是自2023年5月以来的首次 分析师预计人民币将会继续升值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表示 在人民币温和升值期间 央行可能不会进行过度的干预 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 那么央行可能会采取措施缓解压力 比如说放宽资本外流的渠道 新加坡华侨银行的亚洲策略主管 谢冻明指出 中国官方本轮的刺激政策 可以说是达到了超出预期的效果 但是中国经济问题现在的根源在于 消费者信心不足 企业投资意愿低迷 以及地方财政资金不足 而目前官方出台的政策 只是覆盖了问题中的一半 完全没有回应企业方面出现的问题 他表示企业投资意愿低迷的背后 核心还是在于财政和政治环境 这不能够仅仅依靠金融监管部门和货币政策 还需要其他部门介入才能解决 中国经济学家陈波也认为 官方仅通过货币政策 可能并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因为中国市场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不在于流动性 他说不是借不到钱 而是缺乏好的投资标的 缺乏投资热情 他解释 企业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 考虑一在于成本 二在于收益 官方现在的放宽货币政策 对降低成本的确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收益端 目前需要的是一个对直接需求的刺激 对此新加坡凯头宏观的中国经济主观 也表示同意 他建议中央政府应该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由 让他们使用借款额度来鼓励消费 而就在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 周三上海市政府似乎是率先做出了这方面的努力 上海市政府周三公布的计划 是上海推出的最大规模的刺激消费计划 旨在刺激餐饮和酒店业等多个领域的消费 根据计划 其中包括3.6亿元的餐饮折扣券 净1亿元的酒店消费券 还有观看电影和体育赛事等休闲活动的补贴 消费券将会于9月底开始发放 会通过微信支付等支付平台 以电子优惠券的形式发放 目标就是要刺激11黄金周期间的消费 而且发放对象也不止于上海市民 据悉只要你的手机在上海就可以申请优惠券 这么做就是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游客 专家表示预计其他一线城市和经济强省 也可能会陆续推出大额消费券 上海的零售额近几个月大幅下滑 上个月同比下降了达到6.8% 据上海市统计局统计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年营业收入超过200万元的企业 合计亏损7.7亿元 而去年同期则是盈利17亿元 目前影响中国人消费的一大因素 是家庭财富被困在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当中 潘宫盛周二表示降低现有抵押贷款利率 预计将使5000万户家庭受益 平均每年可以减少家庭偿还利息1500亿元 比如说广州一套房子 如果原先每个月需要偿还1万多元的话 那么现在只需偿还9000元左右 这么做可以减少业主压力 把更多的预算用于日常消费 经济学家表示 周二对现有抵押贷款持有人采取的降息措施 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接近鼓励家庭财政转移的举措 不过这一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 因为现在租金收益率要低于抵押贷款利率 房地产仍然是供大欲求 最终政府将必须投入更多的国家资金来拯救房地产行业 否则家庭支出可能仍然将会受到房价下跌 和劳动力市场疲软造成的制约 经济学家表示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估计2025年房地产市场会复苏 这一点并不现实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视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充满求知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一个热门话题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这场选战可谓史无前例 究竟唐纳德川普能否重返白宫 亦或是贺锦丽将突破性别范围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 让我们指导黄龙一探究竟 这场选战厉害关系重大 竞争激烈 从华府西壤的街头 到华尔街的金融脉洞 再到矽谷的科技巨头 全美各地都为之沸腾 首先我们来谈谈川普 不论您是支持还是反对 都无法忽视他的存在 他的支持者一如既往的热情拥戴 他已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 激荡着选民基础 但且慢 贺锦丽可不是省油的灯 身为现任副总统 他一直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 他对美国的愿景是进步的 包容的 具有前瞻性的 他会是打破那道最高 最坚硬玻璃天花板的人吗 现在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不被看好的候选人 竞选过程中总会有惊喜 独立候选人 第三势力 以及黑马 都有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扭转局势 这场竞赛 路死谁手尚未可知 那么谁会赢得胜利呢 答案并不容易 民意调查 辩论和舆论 每天都在变化 可以肯定的是 2024年大选 注定将成为历史性的一刻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我们将为您带来每一次转折的最新消息 从竞选活动到投票所 我将为您带来第一线的最新报道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并开启通知铃铛 以获得更多突发新闻和深入分析 感谢您收看美国简报 下次见 请在YouTube上关注我们 at美国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以及专家观点 层层剥溪每个故事 通过实施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 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揭示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 经济 还是全球事物 我都将为你带来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试想一下 拥有洞悉全局的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与有意义的讨论 这就是六度解析带给你的价值 它不仅仅是新闻分析 更是一种赋能的工具 加入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真知灼见 因为了解真相 仅仅是个开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在这一集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 发出的经济号召 这次会议的召开时间意外 正值金融当局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之际 习近平明确指示各级官员 优先考虑经济复苏 并对他们在推动经济中的失误 给予宽容 鼓励官员们勇于创新与承担责任 会议中提到的三免政策 即对于因经验不足而犯错的官员 和在新领域试验中出错的官员 提供了责任免除 这一措施旨在打消官员们的顾虑 激励他们积极行动 促进经济增长 这一罕见的经济专题会议 不仅反映了当前经济形势的紧迫性 也预示着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政策跟进 以稳定经济增长 会议还强调了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性 并提出要加大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支持 提升消费 随着新政策的落地 市场反映强劲 股市指数大幅上扬 人民币也持续上涨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些政策的潜在影响 并探讨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政治经济的最新动态 本文的来源是南华早报 是来自北京的记者吉斯奇和来自上海的记者弗兰克 陈共同撰写的一篇报道 发布于2024年9月26日下午 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在意外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所做的经济决策和政策指示 尤其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经济优先事项和对官员们的宽容政策 本周二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刚刚推出了一系列广泛的经济刺激措施 而习近平则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发出了动员令 即要全力支持私营企业 只是全国各级官员优先恢复经济 这次会议强调了要帮助面临困境的企业 并向官员们保证可以大胆推动经济增长 而不必担心犯错的后果 习近平特别指出 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勇于承担责任 敢于创新 会议的纪要提到了三免政策 即对因缺乏经验而犯错的官员予以宽容 对在新领域进行试验时犯错的官员予以宽容 对在推进发展过程中无意犯错的官员予以宽容 这一政策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重申 意图在于保证官员们可以大胆失策 不必过于担心犯错的后果 因为近年来由于担心惩罚 许多干部选择了消极代工 未能积极推动改革 在9月份召开专门讨论经济事务的政治局会议是罕见的 通常这样的会议会在4月7月和10月举行 这显示了当局对经济复苏的紧迫性认识 这次会议也恰逢中国即将迎来75周年国庆庆典 会议指出 有必要全面客观冷静的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 面对困难增强信心 并有效提高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会议还呼吁稳定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防止其进一步下滑 并确保必要的财政支出 这一呼吁紧随金融监管机构 在周二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之后 反映了当局在经济动能减弱的背景下 加大努力的决心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强烈信息 旨在重燃信心提升预期 香港长江商学院的金融教授李学南表示 北京急于防止下行风险自我实现 伦敦资本经济学公司的中国经济负责人 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表示 这次会议承认中国经济中出现了新的问题 并回应了进一步政策的呼声 尽管如此 是否会包括稳定增长所需的大规模财政支持 依然不明朗 澳大利亚麦格里集团的首席 中国经济学家胡亮 Larry Hu表示 这次罕见的9月政治局会议表明政策处于紧急模式 并且本周的政策行动超过了预期 随着最高层设定的新政策基调 更多的财政和房地产放松措施将很快出台 这次政治局会议标志着政策立场的广泛转变 政治局会议承诺确保必要的财政支出 切实执行现有政策并加大力度推出增量政策 力争实现约5%的年度增长目标 对于目前经济最大拖累的房地产市场 会议呼吁防止其进一步下滑 并加大对未完工住房项目的贷款支持 会议还承诺提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 同时改善消费 尽管会议没有提供关于财政刺激规模的定量指导 但中国平安资产管理公司主席兼首席经济学家张志伟表示 中国今年的财政政策迄今为止是顺周期的 预计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将转为逆周期 但其规模上不明确 在政策会议之后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2% 收于19924.58点 恒生科技指数上涨7.27% 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61% 收于3000.95点 人民币也在在岸和离岸市场上走强 作为本周二一系列政策变化的一部分 中国央行宣布将现有抵押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 并将基准政策利率下调0.2个百分点 同时推出新工具以提振资本市场 周三 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一套24点的指导方针 优先考虑创造就业机会 防止大规模失业风险 就业问题今年一直是政策制定者的优先事项 上周中国表示其实6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 不包括学生 在8月份上升至18.8% 高于7月份的17.1% 创历史新高 这部分原因是创纪录的1179万大学毕业生 在上个月进入就业市场 周四的政治局会议显示 北京已经意识到经济放缓的严重性 并采取了更坚定的措施 以推动政策支持的增强 促进经济复苏 中国欧洲国际工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朱天表示 政策和措施已涵盖短期需求和长期目标 但他希望实施力度更大 速度更快 这次讲话不仅是对中国经济现状的反应 更是对未来政策走向的清晰指引 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不仅看重短期经济增长 还聚焦于更长期的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 无论是对官员的宽容政策 还是对房地产和就业问题的重视 都显示出中国政府在复杂经济环境中的应对策略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新闻背后的多维思考 带你洞悉头条背后的世界 在今日华尔街频道的六度解析中 我们将深入探究时事热点 为你揭开新闻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信息泛滥真相难觅的时代 六度解析应运而生 我运用海量数据 人工智能整合以及专家观点 层层剥溪每个故事 通过实时背景数据挖掘 确保你获得全面的新闻资讯 然而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数据 更重要的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我将分析多方视角 皆是隐藏的脉络 为你提供单一媒体常常忽略的背景信息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全球事物 我都将为你带来最具洞察力的分析 试想一下 拥有东西全局的能力 做出明智的决策 参与有意义的讨论 这就是六度解析带给你的价值 它不仅仅是新闻分析 更是一种赋能的工具 加入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 共同探索头条背后的故事 你通往深度理解的旅程 从这里开始 不要只是阅读新闻 要解码新闻 理解新闻 活出新闻 这一切尽在六度解析 立即订阅 不错过任何真知灼见 因为了解真相仅仅是个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这个华尔街论坛的直播的这一部分 如果你最近有这个重资中国股市 应该现在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多少应该是笑珠眼开 甚至我们都可以想象 虽然现在发不了声的胡锡进 可能拿着这个手机 也是这个痛饮茅台 来缓解他的这个 怎么说呢 之前的大跌之仇 那么在9月26日 在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 强调要促进房地产的这个市场 直跌回稳之际呢 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的股市是硬升大涨 那么一方面在A股 在截至到周四的9月26日下午的收盘 上证指数涨了3.61% 重回3000点的关口 沪深300指数也是涨了4.23% 科创500指数又涨了3.87% 深圳城值涨了4.44% 以及创业板值涨了4.42% 那至于香港这边呢 截至到下午3点16分 恒生指数涨了4.2%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涨了4.91% 那么在其实啊 这个大涨的背后呢 是有一个比较巧妙的时间点安排 首先是政治局的公告 在9月26日召开的这个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的公告比往常提前了几个小时 正值下午交易开始时发布 在公告发布之后啊 那么你看到的几个指数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向上飞升的一个过程 那关于政治局会议啊 我们这里啊 先暂且不表放在后面的话题再谈 那么这是中国这个股市啊 大家啊纷纷喜悦的看到啊 重回了3000点 而且回到回升的指数啊 也非常的巧合 是刚过3000点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啊 关于未来这个股市的走势如何啊 我们因为不是一个这个金融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话题 所以啊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么有人开心呢 有人就比较难过了 难过的呢 是在纽约的一些这个华人 在昨天啊 在周三时间 美国纽约州州长的前幕僚长 副幕僚长孙文 被控非法充当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代理人案的状态 这个听证会啊 是在9月25日于纽约市的这个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举行 那么孙文呢 是一席黑衣呢 进入去前往这个听证会 但是啊 在进入法院的大门前呢 他遭遇了一个没有想到 可能是没有想到的局面 就是有一个身着厨师服装的人呢 端着一盘盐水鸭来到法院门口 向他表达不满 那以往我们看到 那么在抗议活动中啊 你很容易见到的几样食物 包括鸡蛋 包括西红柿 包括蛋糕 那么这一些呢 这个是见怪不怪了 但是这一番出现了盐水鸭 恰恰是因为 包括多家媒体披露啊 孙文和这个中国使领馆之间的关系呢 就包含了数十只的盐水鸭 在此之后啊 孙文的这个案件曝光之后呢 那么盐水鸭也成为了整起案件中啊 一个比较有趣观察的切入点 那么这个这名身着厨师 吴德仁啊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啊 我自己呢 就是想拿着这个盐水鸭来向孙文表达他的不满 那么一方面是纽约州州长身边的这个华裔出事 另外一方面啊 可能纽约市市长附近 纽约市市长也可能会因为啊 他是华裔手下的出事 在昨天晚上其实纽约这边也是 纽约市这边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感到震惊的一出戏 那就是纽约市的市长被起诉了 那么亚当斯这名纽约市市长成为了美国史上首位在任内被刑事起诉的纽约市市长啊 他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先例 那么亚当斯是民主党人并曾担任过警察 那么他目前面对着至少四项联邦调查 其中三项调查是以美国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牵头调查市长身边的人 以及他市政府中的高级官员 那么亚当斯这件事啊 目前到底他卷进了什么样的案件中啊 因为这个起诉书啊没有公开 所以啊我们是不得而知 但是这一份起诉书会在纽约时间的 纽约美东时间的9月26日 也就是今天的晚些时候起风 一旦起风我们就会知道亚当斯到底被卷进了怎样的案件中 那是和这个现在深陷丑闻和官司的吹牛老爹有关系呢 还是说和他一些幕僚有关 因为啊在今年早些时候呢 FBI联邦调查局在3月的时候搜查了亚当斯的这个亚裔事务主管 和华人社区有密切关系的叫做郑奇荣的两处住所 当时啊联邦调查局还搜查了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这个新世界大楼 那么亚当斯到底被指控犯了什么事呢 只有等起诉书解封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了 所以啊这一段时间无论是纽约市还是纽约州 那么这个华人聚居的一个区域中啊 先后是州长市长被卷进了可能和华裔有关的案件之中 这个呢也是让平时不太关注这种时政新闻的这个华裔群体呢 稍微因为盐水压或者是因为这个市长的一些丑闻 重新或多或少关注起了这个当地的一个时政生态 那么对于刚才的这些啊时事的一个更新分享 不知道何明先生有没有关注到我露诗的一些一些点啊 首先纽约市长啊这个亚当斯已经创造了一个历史啊 虽然纽约这个地方是用初初的话来讲 是非常地乱的非常地混乱的一个城市 因为比较正面的来讲就是很多元非常的复杂 我经常觉得啊一个纽约市长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他统货的这个市民呢可能相当大的比例都不知道市长是谁 相当大的比例也不在乎市长在干什么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一个社区一个自我的环境中间 实际上市民的意识的共同的这个声音呢 是很难形成一个集合的啊 这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特征 但是在过去这些年来啊 居然啊由亚当斯先生成为了第一个被这个联邦起算的这个市长 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而且呢他是一个非裔啊 虽然现在这个身份呢不重要啊 但是呢实际上在这个纽约的历史上啊已经有好几位非裔的人担任市长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非裔市长能够把这样一个复杂的城市管理好 其实对于非裔的这个地位啊能力的提升 也是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 但是非常遗憾他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 在几个星期之前在谈论他的案子的时候呢 我当时就建议啊他就赶紧辞去算了 这样的话避免一个尴尬啊是个前市长被起诉 而不是一个现任市长起诉 但是他很显然还是全力的贪婪啊 使他放弃不了这一点 根据昨天所了解的有限的信息显示出来 他这个案件啊跟这个跟外国的势力一起合作或者是参与 影响了美国的这个选举啊 纽约市长的选举和其他的选举有一些关联 这就是美国政治里面非常敏感的一部分 任何国家不管你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还是什么什么国家 如果你来影响到美国的大选啊 这就是要干涉内政啊 不但是外国的官员可能被追查 本国的官员也会被调查 那么他是不是这个问题不知道啊 那么另外就是涉及到华裔的问题 这就是跟孙文的案子啊 正安齐的案子一起来说 华人嘛一是在海外移民到海外之后 一是试图证明自己的能力 要么是光针要走 要么是感觉到在这样一个国家 我要盈遇到主流的社会 有的人非常成功成为了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 有的人非常成功成为了很了不起的企业家 那么各个领域里面华裔已经不需要证明他的能力 但是呢华裔在从政的时候 是我一时跟了很多的朋友 有非常大的不同的意见 就是我不认为应该鼓励华裔啊 那么急于的参与这个民主政治的选举 虽然你可能是在美国出生 或者是你在美国已经有几代 或者是呢 比较早的移民到美国或者西方来 但是西方的这个游戏规则 未必是你真的是真正的是把握了 有一些事情是一些微小的事情 是完全不作为奇的一个事情 但是在司法里面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问题 必须要鲜许压这样一个事情 不要说普通的人际关系 你就是作为一个中国政府 在这个地方为了和美国的地方官员 你搞好交集关系 送一个什么严血压呀 送几张票啊 甚至是让你去旅游一下呀 观赏一下 这都是很容易突破法律的边界 而在中国人看起来这个 实在是太普通了 中国人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情的一个社会 那么宋文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呢 根据现有的起诉书看起诉书看起来 其实检方的力量并不那么充分 并不是那么充分 如果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辩护律师来厘清楚 比如说他家里的房子 比如说他先生的生意 对吧 如果没有直接的关联 我觉得森文这个案子其实要打起来 对于联邦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是有边界模糊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进行审理 人们对这种腐败 对这种官商高借 还是很愤怒的 所以整个背景对这个森文是不利的 但是实际上大家很仔细去看六十多页多少页的 这样一个起诉书吧 真正拿得起固硬的东西还是不是很多 这美国是一个好处 好处就在于他的司法给了你一个机会 取决于你的律师 你的律师很厉害 那就会给你争到好的权益 如果你的律师不行 哪怕是这个案子对你有利 这种也未必让你有好的结果 所以法律的公平呢 有时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律师的能力 而律师的能力又取决于你的精心的力量 所以世界上就两件事情是 很难在这个司法中间或者是政治中间讲清楚的 就是权利和利益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公平到底是不是通过一种司法本身的程序 让你得到公平 还是说这个公平是要金钱来作为支撑 你没有金钱 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案子 也要你坐上大牢 这就是现在美国司法里面存在的一个问题 很多的无辜的人 他因为情不及好的律师 最终就被定制很多年以后才发现有问题 最终都是很难以 时间就已经过去了 纽约市有一位议员 就是他就有一个悲惨的结果 悲惨的一个过程 不是悲惨的结果 他就是几十年前在八十年代吧 在中央公园跟一帮同学玩耍的时候 然后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几天就被抓了 因为有一位女性 白人女性在东央公园被伤害 所以有人就开始举证他们 说他们就是其中的犯案的人 这些人判了重刑 当时候有一位纽约的商人 叫泰南普就举张判这些人死刑 那么这个案子他们真的就是坐牢了 而且坐了很长时间的牢 一直到有人后来承认他干了这件事情 再洗脱了他们的这个罪名 这样一个事情在美国这样一个司法 这个独立的国家仍然都存在 所以胡亢是在中国那种缺乏法制的独立的这种环境中间 我们就更加的担忧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案子起诉的时候 人就很亢奋 谁谁谁又被指控了 谁又被指控了 这些东西并不一定是定罪 也并不一定他会得到公正的审理 美国我们要对司法的这样一个状况 要抱有一种正常的警惕之心 而不是说一个起诉又怎么样 我就不认为一个闲血二亚有什么天大的事情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最终的这个司法也会应该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基本的定性 而且其实这些闲血二亚是送给他的母亲嘛 对不对 这个 是不是真的是 是状态受费 还是这个里面是不是付了钱 还是没有付钱 是他们的公关的压 还是这个 还是怎么样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哎呀 落井下石是很容易的 嘲笑也是很容易的 如果你作为一个当事人 情况就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 我希望美国的司法的公正是真实的 在每一个案件上面 包括针对华裔的案件方面 也应该是这个体现出他真正的公正 而不是呢 被一个闲血压牵出了我们所有的这个视线 尤其是在现在美中关系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华裔在这个里面要小心成为一个天在阳 好 感谢和平先生的点评 那接下来还是来谈到今天的大事 这一次啊 还有这个系